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即時攻略》 我是李慧儀 這一環節嘉賓 Yes Stanley Stanley 早晨 對呀 大家好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Google新聞想來專家意見 可以打你204-6566 或者可以E-Mail 去到 ASK at BS.com 或者WhatsApp去到91571428 我們YouTube Facebook 想直播 大家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盡快回答你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勢 見到恒指最新報的15032點1.147點 葛企指屬例最新報5086點1.27點 大肆成交暫時已經有524億 大家好 Bianca 凱文 看看這件事 昨天大家經歷了這個黑色星期一之後 不知道睡醒之後有沒有冷靜一點 其實隔晚美股都是繼續升 但是港股這邊就沒關係 今天早上有輕微高開 但是之後很反覆 試過跌穿了15000 但是突然又彈上來試過倒升 ATM就最誇張 騰訊剛才穿了200元的位置 去到5年半的低位 不過又試過反彈 暫時就跌少了去到203.8元的位置 突然這個市場有什麼訊號呢 我看到凱文就已經說反彈失敗 為什麼 是不是大家還是很害怕 看到彈就馬上走 反彈是不是失敗 還是就再看一看 坐下坐下這樣 剛剛那一刻 真的要彈上去 還有剛剛那一刻 我覺得似乎市場好像跌完那樣 但是這一下倒下去又是很快的 即是變成不要緊 NY這隻不怕 941不怕 941這些都定的 OK的 放心吧 首勝算最強的了 是呀 但是我想說市今早早 其實都 美國預計了它都錯的 但是似乎又比想論中 即是連反彈那一刻的力度 都真是差一點 因為昨晚大家有看美股 或者大家有看著市場的話 你都會知道的 那個金融指數的跌幅是厲害的 金融指數最多的時間 差不多跌了兩成 拼多的那些跌了三成多 那一刻都挺均烈的 但是之後你見今早起床的時間 你見到好像又頂得到一下 都可以跌 但是起碼你見到跌幅就好像 稍微叫我收集一點 但是港股今早開市的早段的時間 其實曾經也是升上去又下來 然後彈的上去又下來 其實我發現現場就是 其實彈水那一刻 那個叫作是沽壓 都真的相對比較大 而且都變成了 整個市的形勢都還是差 而且真的好像 如果你看到今天 今天早上的時間 其實我們觀察著北水的那個動態 你看得到的了 就是南下資金 其實都保持著是正賣入的情況 而且那個力度其實不是小的 但是只不過就是說 那個沽壓真是多 又是騰訊這些 你見得到 其實今天的成交 現在已經差不多 接近是63億的了 其實是都挺 都挺誇張的 你想想一下 現在開市只不過是大概 一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它已經是六十幾億的了 昨天都差不多好像有200億 預算都是成交兩大了 但是你會看到那些資金很明顯 就是說 就是集中沽一些 真是一些中概股 就是當然是大大隻的那些 很明顯 大家都是叫做可能那些資金 真的有一點好像要錢不遙貨的那樣的 所以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就是意味著那個市 應該就真的還有機會 要再跌深一點 就是你說破萬五這個位置 應該再跌的機會都 跌積的機會都頗高 不願意 是啊 但是問題是 你說阿Kam也是啦 GMI也是啦 是 那個銀幣的匯價又弱了 這又有一點影響 它也有低位 所以變了就真的 幾樣東西隔起來 那個勢是真的差 還有很多股份 其實今早上開市的時間 都OK的 但是現在整一下 那個表現又差了 但是真的沒辦法 這些市真的 你要是就真的索性 適機不看 要是就簡直是 當沽了算數 但是問題是 這一位 現在才沽呢 我覺得其實有一個情況 就是說很多板法的股份 其實現在 你已經是不是用 一些基本面子去分析的了 你到這個情況之下 很多股份 其實你真的 好像騰訊這些 你想想 只有10多倍PE 多久沒見過這些 如果你計算估值的話 這些估值 根本上是 病毒不得之了 但是真的是 你是不敢買的 原來騰訊也不是 騰訊也只剩下幾倍PE 看看是否 真的誇張 現在騰訊的現價PE 只有7倍 你想想 這些 有多久沒見過 不是 應該說 差不多有沒有見過 騰訊的PE 可以是單位數 你想想 其實這件事 真是幾誇張 這些變成 都不是一些 基本面子去分析 但是只不過 到這些位 你說現在 先打算去 訂貨的 即是 走貨的話 其實我覺得 倒不如 再拿一陣 即是先拿一陣 等待它的架子 現在彈一點的時候 再走到未遲 真的 但是沒有辦法 沒有 沒有穿過一次 只不過 到這些位 你說現在 大家 你說你加上交貨 其實我們真的 不要這麼建議 反正轉來 等它去那個勢 即是你看到那個勢 可能是靚靚仔仔 開始有些反彈的時間 即是一個trend 出來的時候 才再加倉到未遲 現在唯有可以做 真的等 即是死守住 沒有辦法先捱一下 即是 如果拿著ATM那些 Kevin說距離 我記得你看萬一的 Kevin 距離只有兩至三千點 那個 現在都是沒得說的了 沒有得估計的 說實話 真是 說真的 五頁績 五頁績 應該就不會怎麼差的 不過 只不過就是說 你即使不差也好 你不會去買它 那些跌下來 今天早上都可以微升下 跟回市場跌下來 沒有啦 這些沒辦法 還有這類的 國際金融股 其實你的市場 很頑皮 你都真的很難搞 其實有隻股份 今天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在意 哪一隻呢 就是友邦 其實友邦今天 那個搞都沒有好過 而且真的 穿了60元之後 你看到它的勢 真的很差 這隻真的 這隻更加差 這隻現在是 基本上我想 是它 所以今天真的 是拉個字下去的元空之日 今天真的是 所以你看到今天來算 ATM的股份 你看到700也算是跌多一些下去 那美團就弱了 但是 你說拖累的市場 今天比較多 一定是一隻右幫 一隻右幫 不過剛才講開 NY講開941 我見到一則新聞 Stanley就說 原來中國三大電訊商 公佈9月的用戶數據 內地5G的用戶 已經突破了10億人數 我記得之前你也講過 其實都可以憧憬5G的發展 其實 是不是都不用這麼害怕 Kelvin 直接看到941 去到39.5 又在那裡 誇張 講到這麼多 不過昨天也講過 你之前就說 騰訊會穿200 我們都不敢說你不對 但是是不是這麼值得看淡呢 其實現在的發展又講到 人數又多了又盛 其實都有一個憧憬在那裡 不是 兩件事來的 你說其實中移動 你說那些5G上升量 其實它依然不大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中移動 做一些三萬元運輸商 它只不過是將那些客 由以前那些人叫做4G 推上去 這個trend它是預算的 所以你說5G的上升量會多呢 其實這件事沒有什麼特別 反而留意那個叫做正真 正真新增客戶的數 但是其實你預算了三萬元運輸商 現在都不會有什麼 就是不會有很大的驚喜 而且第三個業績 說真的是差的 這個對真的 第三個業績 它們表現是一般的 所以為什麼那個股價 在商業業績之後會多呢 都有些原因的 但是只不過 就好像Cavin所說 你堆下去的 你說到去什麼 什麼 39.5元 39.5元 不是 又不怕 這些股份跌下去 反而現在可以買 這裡是安全存的 排息又穩定 就是業務又穩定 其實這些真的 等一下轉這些 當然NY說真的 拿著它 輸錢的感覺都是不好的 但是這樣說 這些股份跌下去 真的不需要擔心 這些真的可以長擺 還有這些你收息 這些真的一流 所以我真的不計 終於還跌下去 跌下去反而再加了 這隻是例外 這隻再跌下去是可以加的 所以就 反而我真的不怕它 反而你說其他5元的那些 那些反而我都在意 是因為業績表現 英鎊和那些 英鎊 那個業績表現 真的是因為金融股 這一飯的經濟差的話 對它真的會有幾大影響 所以反而它我就真的不想 所以追跌 但是其實 941真的沒什麼 941是 其實說真的 你的業務 真的平平無期 但是 但是真的至少 你說它真的現金的強 息又高 這些真的不怕 這些真的不怕 其實這一隻完全不需要擔心 有貨先拿著 先拿著 先拿著 沒有貨就要等一等 沒有貨先等一等 現在這些事又不怕 沒有了 如果市房你拿這些 3188這些 你沒有辦法 跟著那個時限 這些就沒有辦法 跟著那個時限 還有 好像這樣講 好像很壞 但是你都很老實的 今年呢 今年的恆指 就是恆生指數 我不計算今天這個跌280點 其實今年以來 年初至今 跌了3成半 就是說 如果你說 要 就這樣講 但是你說要跑贏市 你說你的努力 如果要加上努力的話 你要跌少3成半 說真的 不是容易的 因為今年很多的 重磅股的跌幅 其實是 都幾誇張的 你想一下 騰訊或者ATM 大家都可能 會拿著這兩隻 但是你想一下 騰訊的一隻股份 想騰訊 今年都跌到差不多5成 所以其實你的努力要排完 雖然說 這三圈半已經是很厲害 但是你要贏它 就是要排完大市 都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所以這個回合 你只可以說是市差 就是 還有又問心講 大家哪會想到市 現在 連15年都沒有了 是啊 今年真是 嘩 今年真是輸小蕩贏 陳阿波勒 今年是輸小蕩贏 所以我都說 你幫我的糖輸一半 我都怨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 今年真是神經病 是啊 有些人對沖 或者美股頂一頂 就好一點 對不了 是啊 我也頂不住 對 頂不住 你美股那邊是好些 但是其實美股之前那一陣 跌得厲害的那一陣 就吃光了 所以真是無計 是啊 現在都跌了很多 飯局 我完全不去飯局 沒錯 是啊 都是那一句飯局 你見不到我 自己吃飯 我跟自己朋友吃飯 那會 那些應酬飯局 我是不會去的 沒錯 你是不會在那裡見到Stan 你見到的 一定認錯人 認錯人 一定認錯人 一定不是我來的 所以Kelvin就說下午 可能會借5毫直撲14300 不知道看它 不會啦 Kelvin 如果你這樣跌到14300 你想一下 六七八點 一直拉下去 或者會跌一兩成 不會啦 嘩 在5毫跌一兩成 明白 Kelvin你覺得對 你看看市場是2萬 如果你之前是2萬5 你用2萬5 不要用2萬5 你用上半年 即是6月30日去計算 那時候的小市是2萬1千多 你只不過想一下 從6月底 就是下半年開始 這幾個月的市場 是跌足6千點 已經是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其實是超級誇張 所以你想一下 真的是神經病 直生很乖 不是啊 是我不喜歡 老實的 我都不公開說 我是不會去飯局的 所以說你看到我 一定那個不是我 真的 我講得明白就行了 一定有興趣 先講一句 如果一些很大的公司 如果叫到的話 即是聊一些業務 我有些興趣 但是真的 即是涉及工作那些都會去一下 不是 有些人 有些行家 有些人覺得飯那些都是工作 不過我又不買這套 即是有些公司 有些很大間的 有些人在騰送找我的 可以聊聊天 吃飯的 這些我真的無妨 但問題是 即是不會是那些 即是不會是那些 即是我覺得是沒有花時間 沒有花時間 好 先聽聽街城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林先生 早安 林先生你好 喂 早安 林先生早安 兩位 兩位不同版塊 6030和3323 是哪個結局 被休科 嘩 嘩 中信政院和中國建材 兩隻完全不同性質 嗯 是否二選一 林先生你想 還是兩隻都想 沒有 二選一 好 林先生 是 你是想要短炒嗎 中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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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勸商股 是否可以 內地格吳市 炒作下 所以如果兩隻要薄的話 勸商股 我覺得會好些 因為建材 很真心 建材這一範 今年應該沒甚麼了 即是不行了 因為你見 润泥的業績 第三季 都死光了 而且第四季 都不放很多去哪 所以你說水利板塊 今年我覺得是很大件事 不要說水利板塊 但是你說 正勸 即是勸商股 你當短炒的 你搏一下A股 有機會淡黑一點的話 我覺得勸商股會直搏的 但都只是指而短線 指而短線 明白 那位是甚麼位 不是 你買這些位 你可以想一下 只不過 如果這一刻你買的話 你純粹是搏A股 甚至乎搏那個市況氣氛 真的有些改善才買 現在買 老實實 你預料的機會 都是要擺的 要等一等一等 所以這一陣 其實買甚麼股都好 我自己建議 你等市場 可能有些轉角那一下 你才買到未遲 真是無急 可以先等一等 好 好 參考一下林先生的電話線 謝謝 謝謝 繼續回答問題 雖然可以早晨了 Tony 他現在創幾支成8期 即是他那個下名交項目 那裡 都對的 好的 萬五重牛殺了 是呀 Polla你可以試一下 Polla 你可以試一下 是對的 不是呀 Tony是呀 萬五重牛殺了 但我想說那個市 其實你剛剛這幾下 就是今天的時間 你預了一個好錯 錯是 未必一定是跌 但是真的會很波動 因為你看現在 其實整個整個 市場跌少一些 還有股份也是 今天呢 大家不知 沒有留意這件事 跌的股份裏面 其實今天 反而跌的主力 不是那些ATM ATM反而跌下去 跌得不是真的很厲害 是否又是內房 不是的 是本地房地產 是呀 留意到啊 Telvin說16號 是呀 這些 什麼事呢 不知道 但我覺得今天好像 這些板塊輪著跌 其實是 好像輪著洗 所以變成了 是呀 反而大家 不知了 本地房地產局 本地房地產局 今天真的是差的 今天是由開市 那一下開始 已經是新世界 是呀 是 已經是好似保持著跌得多 我都有一些奇怪 現在他們怎麼鬼呢 真的 不是 我看到不是說發展局 有些事情 在準備進行中 什麼 鼓勵那個 六天環評 準備嗎 總流 但是今天是差的 是差的 大家可能都 都 如果有這筆辦法 都要避一避 是否昨天說到 大家那個共產還滅 香港通關 有些又沒有 但其實不關事 其實真的不關事 今天才來跌 是呀 其實很明顯 這一轉 大家很明顯 是見到一些錢 是輪 真的好像輪著沽貨 是 所以這一下 都真是沒有辦法 就是車股內房 ATM 今天到一些 車股 車股都保持差的 車股昨晚 昨晚中概股裡面 車股都是重災區 你想跌三成 是呀 神經病 我昨天做節目 看著那些汽車股 我覺得跌的 都跌到這樣 但是 但是這樣說回 如果你要怎麼問我的話 汽車股是抵跌的 其實如果說消息面的話 汽車辦法 是抵跌的 汽車辦法其實是消息的 不過大家可能是沒有懷疑 誰不知Tesla 在內地的減減 是呀 昨天看那個Model Y 是呀 其實如果這樣算的話 其實內地的一些 很難得 再度引證一下 內地的新能源車股 競爭是很厲害的 所以強到一個地步 你根本上 很難玩 最慘的是 這些車 你一直都已經虧了錢 虧了錢 你打算駁去樓規 根本上真的 越來越 那個機會很渺茫 那塊餅不夠分 其實是 那塊餅很難的 但是大得來 你多人爭 多人爭就不夠分 所以那時候 雷軍我不包他了 小麥雷軍 他那兩件事都很適合 他都說其實你到之後 內地的汽車產業 可能你只剩下4、5間做的 即是你真的要撐住 撐住 最後4、5間做就OK 但現在有時候說 是70間 即是 你要泰銳樓強 這個時間 有時間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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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vin說 因為特首見員記者 地產股就散了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Tony Tony 1.300 我知道 我今早就看著他 但是最尷尬是什麼 其實今早的時間 1.300 即A股那邊 保持著厲害 今天剛剛有做節目 就沒有再看 我先看看 保持到OK 其實就算現在也好 現在應該多看看 6、0、0、0 現在應該都 還在升 你看 現在還在升 其實他上面 A股那隻 不過今早的時間 曾經升得多 現在升幅都收窄得 1.6% 即是A股那邊升了3、4、5% 但是這些沒辦法 又是那句 你說過這邊 你好像今天的股額 是隨著市 市一叉 這類股份的走勢 都沽下去 其實你說 他那個 當然了 昨晚的影片也都說 那個混油的價格 昨天都還跌 跌下去 其實跌得不多 你可以說過這幾天的時間 你看到那個高位之後 他這兩三天是輾轉回落的 但是那個幅度 可能不會一天的時間 可能是1% 1、2%左右 其實是會得很少的 但是 你剛才過市 你又不做 所以你真的沒辦法 而且昨天那一刻 昨天那一刻 你又真的沒辦法 昨天那一刻 過市跌過千點 其實你說 那些股份可以 不跌 或者不跌 真的很難 很難 你隨便跟著市場 插進去 真的沒辦法 氣氛問題 但高達反而那些 11、13、8企運天線 好像挺吸引 不是 最主要 其實大家有一件事 又很有趣的 話說 他應該好像 明天還是後就出業績 有一些說法 就是 他又出第三個業績 但是之前 就是駁他第三個業績好的 但是他又沒有出營起的 那些人又覺得 是不是業績會不行 那其實我覺得 公司 其實你說出不出這些 叫營起的 的結束就很搭配的 就是他又真是 你可以發可以不發 因為營起這個字眼 其實都有些叫做 都是側重的 就是什麼為止營起呢 他的業績可能 升500% 是不是可以發營起呢 其實按道理 你500%都可以發的 但是有500%都可以不發的 就是沒有一個準則的 那我對他的看法 我就很正面的 就是 因為都是很簡單的 問題價格真的打上來 所以就變成了 就抓住他 其實沒有 有些股份 就是這一回合 其實最怕的是什麼呢 你的業績真的不行 就是出到來 真的很差的話 那你又變成了 你沽下去 你真的 你沒得守的 就是什麼意思呢 你看回新動員車 就是一個例子 其實大家這一回合 當然這一回合 跌下去 大家一定 個人都會暖暖的了 但是大家細心一點 可以留一件事 跌下去的股份裏面 有些股份 特別特別多 是哪一些呢 就是沒有盈利 而且真的很虛 就是 例如哪一些呢 那些股份 大家可能沒有怎麼看的了 快手這些 就是你看這些 好像還沒有錢賺 好像 BDB這些 所以一跌下去的時間 這些是死定的 因為你完全沒得守 就是當你騰訊 這些都叫有錢賺 雖然業績是差 都在這麼多的時間 你這些沒有錢賺的一定不糟糕 所以如果你拿了一些貨 本身你叫他的業務 都叫做OKK的那些 其實這一回合 就跟他先守住 就是沒有東西的 就是 你再仔細地地想 就是新特能源 1799 他賺得不夠厲害嗎 他頭三個賺90幾億 增加兩倍 是啊 我記得一條數 第三個都賺差不多 賺差不多40幾億好像 因為上半年的時間 他賺50幾億的 他第三個是賺了40幾億 你想想業績 其實這些超厲害 但是你想想股價還會對 這些你沒得說 這些是個市 真是沒辦法 氣氛差這些情況之下 你什麼都會死 但只不過 這些股份 你真的有錢賺 還有營利頂住的時候 就有它 真是沒辦法 好 Tony說 希望省戶不要再買牛熊 為什麼呢 Tony 我想問為什麼 這牌子買多了 這牌子應該多人買 還有應該多人買一些 就是Lasdaq那邊那些 就是美股那邊那些 因為突然之間那邊的勢力 康復不多 真的 但是香港這邊 反而我覺得 一些人買紅證 都是多的 就是多了這個市場 是啊 Tony說 會不會是昨天有個對沖基金 我和一些朋友聊天 都有這個想法 想過 因為其實你昨天那一刻跌下去 你很多 假設你做一些高槓桿那些 你八馬戰艙 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你很多 因為最主要是大價股 其實是 好像你說 7800這些 你賺下去 就是很誇張 所以其實這些 你說有沒有這些情況出現呢 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只不過那個規模 還有那個叫做 影響有多大 也都很老實的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假設昨天那些事情爆發的話 按道理有消息的了 但是你又沒什麼消息 要不就很小的 那些公司 要不就已經結束了 完了這樣 是 我同意的 其實雷軍你搞手機 就算了 搞手機好過 根本上就是 但是只不過 但是我開始明白 為什麼它會這樣做 我經常想 有時候當自己 代入回一間公司去想 就是 現在一些公司 我都會想一下 假設我是去公司的 那天 我會有什麼想法呢 因為 事源就是 其實你說 因為你去那個系統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很多事情都說 什麼 有什麼 Big Data 共用 共通的 其實你沒有 你見完手機 你有一個System 你有這麼多的數據 甚至有些人 走的數據的話 其實你搬到車裡 就可以了 我想它 還有它說 電動車 我見很多說法 就是說 電動車 跟一些傳統車 那個整個難度 電動車容易很多 可能它沒有很多 跟一些傳統的汽車 那個引擎 那樣的 那些複雜程度 很厲害很多 所以現在很多人 做電動車 覺得就是入門 很容易 如果你夠錢燒的話 其實我程度上 沒有說不行的 但是 你說現在 再進去欠個局 是否一件好事 我又覺得 不是 所以 我認同 其實你說 它專心做回手機 不要亂拚錢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 這個就是雷軍的人 他又不會是這樣 所以真的沒有說 Polla就說 最近傳騰訊 和中移動 有業務合作 有沒有聽過 有啊 有傳過說中移動 入股騰訊 但是傳的 應該不是 還有兩家公司 合作都不出奇 因為 我經常都說的 其實你5G之後 甚至乎 你科學師之後 那些發展 你用回原意的概念去 這個東西 當然現在 都真的叫做 荒興味矮 完全都不知道 但都趕著那一年 一、兩年 但是我覺得 這個東西 當你很多東西 很多電信方面的發展 開始再厲害 可以發揮到 5G 那些要強的地方的時候 我覺得 是有個憧憬的 但是不是現在這一刻 而且真的要等一些 技術突破才行 現在其實大家真的 你說用5G 現在我用5G 現在我用5G 因為之前用4G 你問我5G和4G 有什麼分別 是沒有的 是沒有分別的 竟然是沒有分別的 真的沒有分別的 我沒有這麼厲害 好像說到快很多 就是沒有分別的 你快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 問題是有很多東西 是你根本上硬件 你是不能夠 沒有去到那個level 大家不同步 那變了有些東西 都沒有用盡 它本身的實力 所以變了其實是有些 有些都很可惜 但是沒有 但是沒有去 我看到Tony 都看了很多的消息 去解釋一下 他就說 會不會因為有傳 昨天出了內地新政治局委員 那些名單 是 原來發現那個名單 是沒有經濟方面的專業人材 是啊 知道 Tony 我知道 關不關事 都關 都關 關事 這個都是昨天有很多 叫坊間的說法來的 是關事 因為現在成就好像 總之大家想到 之前有些時間 是那些財金官員 那些都沒有了 就是什麼葛雪清 王岐山 都沒有了 易剛都好像沒有了 變了 變了大家會覺得 你現在 當然 你不可以質疑現在那幫 那幫人 那些人的資歷 那些資格行不行 因為他們沒有試過 真的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 就是因為你沒有試過 大家變了會覺得 有一個信心 沒有一個信心 所以其實是這件事 你說昨天那一刻 大家是那個信心問題 但是沒有的 你說現在 看看究竟沽了什麼情況 如果你看看現在的科技股股沽完美 現在看一隻美團 當然 有很多說法 就說看著的事 跌得很多 其實跌得多 趕快就跌了 一些說法就是 要不就要快跌了 算數 要不就不低跌 這樣 看底好過慢慢看底 昨天已經結束了 大成交又跌了千幾點 昨天那一刻 昨天那一刻 但那一刻 最壞的那一刻是什麼呢 大成交跌到去 是低度收的 大家不知道何處有 在佔低度收 其實這些不是好的情況 但是以今天來說 說真的 我覺得現在科技股好像跌了那麼少 壓力壓開始看到騰訊其實都縮了很多 是啊 但是市一跌那麼多 因為就是右磅 右方真的保持著跌 好像萬五都暫時有個支持在那裡 我看到它在一個位置不停滑滑滑滑的 但是這些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港股現在跌穿了一些 之前的支持位 即是近期的低位之後 你再看下去 你真的會數的 即是逐步逐步看下去 因為我想萬五點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一些心理關口位 但是這些其實大家都是 你主要說這件事就跟一些傳統的 人的心態的關係 當大家都覺得萬五點好像很重要的時間 自然大家的想法就是它就不會穿了 現在的信心會大一點 所以就說那一刻的時間 大家到萬五點的時候 有機會會買貨 這個就是人的心態 但是有時候就是 這些位置是否真是一個很確切的防守位 只不過是大家積落 即是大家做成了 即是終止勝勝 頂住而已 不過算了 萬六點的時候大家都想了 萬六點是否有心理關口呢 沒有啦 反而我今天呢 今天我不斷地看了一件事 就是看著那些北向南向資金 有沒有什麼變化 那 看看這個圖吧 大家不如 別得意的 這個圖大家有空都可以看一下 這個在港交數裡面有的 其實呢 上面呢 這個就是叫做北向資金 就是一些外資 叫做外資 外資買的那個資金 那你看到呢 紅色是有沽的 綠色是有買的 那你其實看到呢 上海呢 現在買的呢 多的 但是深圳已經開始有點逆轉了 深圳已經開始沽變多一些的 但是overall呢 就是你看到這個數目overall的話 現在還是一個叫做淨買入 就是 昨天大家沒有說什麼 北向資金叫淨沽出179億的 就是這兩個數目的 那個數目的 就是一個淨的那個數目 那現在是淨數來的 今晚還算是淨數 這個是一個相對比較好的兆頭來的 而下面呢 就是說一些南下資金 那就照顧 紅是穀 藍是賣 那你見現在兩邊呢 其實都是賣的 其實也都發現一下 今早的市場一直以來 因為一些北水撐住 但是都真的有一些撐不住 很努力撐住 是啊 你見到這個情況 所以你可以預視到 今早都為什麼一兩下 突然間市場會大彈呢 是因為這些北水撐住 撐住 撐住 但是剛才你說到 700會不會好像疑似跌定了 牛熊立刻想了 這麼便宜能不能進去 其實你問我呢 認真 大家認真 我不可以 700我今早都有一些心思思 心動啊 心動啊 200元以下 198.6 我是想一百二百元以下 不應該要賣的 但是純粹這個 真的都不是它的業務 是真的值得的 因為我多說一句 騰訊有多可見到它 單位做PE 真是 我印象了這麼久 應該過去這 五年 我想這十年 我猜真的沒有見過 就是騰訊的PE 永遠都只不過是 你會覺得它高 不會覺得它低 但是現在低的地步 是離譜的 是 那 騰訊真的有些興趣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有興趣 那是否可以呢 第一次先這樣 但是牛熊你能買的話 你真的要擺去坐 你已經馬上想了 真的 大家認真 你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你說買AT 美團呢 我還覺得它新業務那邊 我覺得它還是有些 就是有些看不通的 忍幼 但是你說 阿里 你說騰訊 這些位置買一些 開始當是草的 其中一樣東西 現在買未必一定 一定是 你覺得贏面是多 但是不等於你不會輸 但是呢 這些位置都開始當我分鎖去買 就是這位置我當你 很簡單的 我當是騰訊那樣計 就是用回騰訊先 700 200元 它一百股一手 就是當你200元 當我有10萬的 我不會分5鎖去買 但是你預計可能 真的要分5鎖去買 因為這一鑽呢 心力 就是我想這一鑽大家 預算鬆些 蛋藥去加上會好些 因為 你想一下當你200元買的話 假設 你幾錢加第二次的貨 可能是每跌10元 每跌20元才買 就是再加上加貨 這些要先想定 因為現在的市 坦白說 是有一點點是幾難逐 只不過就是 200元的騰訊 真的很久沒見過 而且真的很便宜 我真的覺得便宜 數字上是很吸引的 吸引的 但是真的 你買又要預算 真的要預算 不是一時三刻 現在買完之後 可能 明天一彈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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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兩成 你不應該買去 買了就算了 但是現在這些 開始買來擺 我覺得有一定的直播率 是嗎 我只不過就是 那一句 那市是令人 難想的 很差 G-Coin 你不馬上賣了 61元入了9988 還可以的 你當買完之後 你明白了 你買完之後 你再等一下 我覺得 現在你這些位買 我覺得真的 其實很吸引 很吸引 但是只不過你要 首先要敲覆自己的心魔 就是 嘩 市會不會再跌呢 因為市你已經遇到它再跌了 但是只不過 這些位你買來 這些位 可以當長線擺 我覺得OK 真的OK 應該是不是說 拿多了cash的人 其實現在都可以部署 還是整個倉貨那些 就可以再想一想 整個倉貨就真的 你無謂再給自己 心力壓力這麼大 已經在守著 其實這一轉 我覺得這一轉 大家拿著貨 那個心力壓力真的大 因為你每天看到它 每天這樣跌 好像騰訊那些 你昨天那一下 跌一成下去 我覺得大家會很 我的心會很 很舒服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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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9988上網 73元 下一步 不是 我覺得如果你本身 你自己已經有個想法 你說這位買 目標價定了 你今晚這個做法去做的話 OK的 我沒有意見 其實我覺得任何投資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個很重要 你說好像之前 Cavin說買卵的 你說我輸了 沒有所謂的 那我的方向是正確的 你不需要做 其實沒什麼 因為始終投資 最好都是 向自己負責 其實不需要向任何負責 所以你想到一件事出來 你覺得 OK的話 就要做 這樣就OK的了 所以我反而覺得 你自己有目標 有部署策略的話 已經可以了 可以試一下 可以的 Cavin說 如果政府宣佈減一倍股票 印花稅 舊市有沒有用 有沒有用 他做才算 現在說這些都沒有意思 他做才算 這些政策的事 我們說是不多 你又這樣說 當日他做這件事 加進花稅那一下 加進花稅那一下 加完之後 的而且那個過市沒有過之後 這個是一個事實來的 你又選擇有沒有用呢 說真一句 你選擇的話 你多一些短炒油去炒 就是那些負責去炒 起碼成本低一些 我覺得OK 但只不過現在市又升了 看看A股現在是什麼情況 最後回答Cavin 2、3、1、3 新州想賣 我看到他的跌幅 真的越少了 不是啊 市場今天 其實看你這樣 這樣 這樣卸 所以他40點 不是啊 剛剛這一下 其實很多東西 馬上全部倒升上去 騰訊已經倒升了 是啊 所以其實這些 這些市場是這樣的 你這樣卸 看你自己本身的心態 好像阿嬤那樣 你想想現在 我說2.7 你現在這樣計 你已經在賺 他差不多一個多 一個多兩元 是啊 他根本有個市 現在已經在賺 所以這些市 大家覺得OK又高 我認真 我覺得很多股份是便宜的 真的便宜的 真的便宜的 是嗎 可以的 再說什麼 一動不一靜 可以開始想 看股線 我重討一次 其實是可以 直接可以買 但是 自己想回自己的持倉 真的已經多不多 因為如果太多的話 你再加 你要想回那個 承受的風險 能力 這件事 但是你問我 好像五夾M A 和T 這些 這些價比真的 真的OK 是啊 有得吃好吃 不是啊 A股現在又 又跌少一些 但是A股的方向性 又不是很明顯的 反而先看一下 現在 現在 北水買的量 都還是厲害 都還保持著 就是南下資金 都還是厲害 反而你說 北向的 都 變化都不太大 但是問題 如果北向那邊 只要他今天 不是再淨流出的話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 訊號 OK的 OK的 所以大家可以先 留意一下 Tony 現在三位 又聽回來了 大家留意著下午 我覺得可能 每分鐘就是 倒升回來了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現在11點2 可能轉個頭 下午1點半 那次節目 又不知道 大家1點半留意著 今天下午也是Stanley 下午也是我 大家1點半 坐定 再聊天 可以大家再 現在跌6點 倒升 隨時 倒升準備好 所以Tony 這一回合 這一轉 我覺得是真的 好考大家的 那個 那個 那個心態 一個持負的 那個心態 其實是 心理質素 真的要極高 好像Lam說 我進去 這一轉真的很考 這件事 因為很多股份 你真的看著它 其實昨天那一下 你真的應該是 打到 那些心理信心 打到散了 真的 但是你唯有 如果你剛才提到 有些股份 你真的明知道有些事情 你不明白 我都說 那些放肥格格 明明現在 還知道 破了頂 你回到那一點 怎麼可能跌這麼多 就是當你想到這一步的時間 你便算了 拿著它 反正等了這麼久 不等了就等了業績 就是這樣 沒錯 好 暫時的市場跌了13點 下午回來看看 怎樣 到時Stanley再跟大家 對啦 再更新一下 再更新一下市況 今天的市況好像 真的有一點令人興奮 一點點 不是很多 到時看看怎樣 跟Stanley申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的 有跟大家申報了 謝謝你 這個環節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